我们把这房子卖了吧 先给我爸吃病 病好了 我们以后再努努力再买就行了 我们这房子怎么能卖 我们辛辛苦苦 打拼了几年才买下的 你爸那病 我建议还是别吃了 最好一分钱都不要吃了 没用的吃那病 那也不行 我让他死在医院里面 我不能不治 我看不下去 他这个病是癌症 你治你以为你能治好吗 治不好我也要治 治不好要治那就是浪费钱 你要把房子卖了 到时候病又治不好 房子又没有地方住 我们可以再租房子 租房子 你都知道那个病治不了了 癌症是绝症 至少他能减轻一点痛苦 你还浪费钱哪里减轻痛苦 早点早点去那就是减轻痛苦 你会不会说话 你让他去太晚了 病一直挂着药在那里 到死不死的 他更难受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啊 我说你知道吗 动不动只有他自己知道 反正啊这个病 就不应该治 只要一开始知道是癌症 我觉得一分钱都不用花了 知道吧 花再多也是浪费 花多了呢是害了我们后代的生活啊 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狗眼了 干上你这种啊 一点 一点金钱都没有 不是我没有金钱啊 因为癌症这个东西是吧 你卖房子也是没用的 我告诉你 就算我有癌症 你也别治我行吗 一分都不用在我身上花 行吗 你是你我爸是我爸啊 你怎么样都无所谓 但是我是他女儿啊 我不能像你这样啊 不是你爸你肯定不愿意啦 我真的是 我们帮的还少吗 也不少了呀 是吧 他去医院 我们也偶尔偶尔的帮一点 给一点钱的 现在没钱了 你还叫我卖房子 怎么能行啊 这房子我们还有小孩呢 你看小孩也需要有住的地方吧 租房子不是住吗 以前在一起就行了呗 只要我爸健康就行了 健康 可是健康吗 把房子卖了 他去治病他能健康吗 也健康不了啊 明明知道这个病治不了啊 多活一点都是痛苦 你不羞耻啊 说出去 我哥都是把房子卖了 把车子卖了 还带了款 我作为女儿什么都不做那行吗 说出去都羞耻啊 哎呀 他们卖那些东西呢 他们孝顺嘛 那我也想孝顺吗 你也想孝顺有什么用啊 这样啊 我给你一个办法 我去贷款吧 贷个一两万 然后你带你爸他们去玩 去旅游 我觉得是最好的安排 不用自然 对吧 带他去旅游 让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走的更开心一点 太没用了 什么没用啊 反正房子不能卖的啊 一两万块钱都要去贷款 你说你有什么用啊 没钱嘛 只能贷款啊 没钱 是吧 我去带 不管我爸 还是去旅游 这房子必须卖啊 我要跟我哥一样孝顺 不行不行 不行 就算去旅游 我也要把房子卖的啊 不能卖啊